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休闲游赏的圣地 在唐诗中 与女被行诸歌詠 在现今的青龙寺的遗址上 建有一个诗郎 将唐诗引用青龙寺的诗歌 刻在了青石板上 每首诗都配了一幅画 那这些青石板就镶嵌到了墙壁里面 组成了一个长长的诗郎 晚唐诗人李商人有一首名作 《灯乐游远》 《向晚亦不失》 《去彻灯谷园》 《夕阳无限好》 《只是静黄昏》 这诗歌写的是登陵谷园 《复看长安》 《待见夕阳》 《缓缓落下》 《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下》 《对时运》 《对国运》 《对自己的命运》 《产生的无限的惆怅之情》 《这谷园》是什么 《这谷园》就是《乐游园》 《乐游园》的最高处 《就是青龙寺》的所在地》 王维在一首《关于青龙寺》的诗序里面 对青龙寺的景观也有精彩的概括 诗序说 《高原陆地》 《下印芙蓉之池》 《柱林果园》 《中秀菩提之树》 点明了青龙寺 地处高纲 《下看芙蓉池》的地理行圣 并且讲青龙寺的园林里面 菩提树长得非常非常旺盛 诗里面就写到了 《高处场昭提》 《虚空巨有泥》 《坐看南墨寂》 《下听晴晨机》 《昭提》它指的是佛寺 诗一诗说 《从乐游园高处的开阔敞亮的青龙寺望去》 哎呀天空无边无际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南边路上的骑马的人 可以听到长安城的各个城房里面的 一阵阵的鸡鸣的声音 那么刘德仁呢 在写青龙寺的诗中说 《此地看中日》 《开门见树峰》 《高市中南秀》 《西风杜阁娘》 《从青龙寺向南边眺望》 《中南山》 《中南山的苍翠之色》 《扑面而来》 《足见青龙寺地势之高》 《视野之开阔》 《从王维别地势后登青龙寺望南田山》 《从这首诗的诗题来看》 那不仅中南山 正南面的部分 历历在目 你登上青龙寺的时候 那中南山在南田县的东南方向的部分 也可以去看到 当然 这都是和当时的城市建设和空气的状况 是有关联的 第一个 你不能拥有太高层的楼房来遮挡你是吧 第二 那是不能有雾霾的遮蔽是吧